拜訪完假意長照園區 準備上車離開 蔡總統聽到民眾熱情呼喊 特地停下腳步揮揮手 但這還不夠 又走上前好幾步 引起民眾歡呼 就連在對街支持者 沒排到罩大聲呼喊 蔡總統也注意到了 蔡總統可以咬下車窗 還要車隊繞路一下 和民眾互動 零距離超重粉 先前到台南 也被粉絲大方告白 一見到蔡總統 民眾高舉自製手板 聽到粉絲喊愛你 讓他笑得合不龍嘴 卸任前跑地方行程 重粉動作多 珍惜和民眾相處時間外 也授勳感謝執政及防疫團隊 再次感謝各位伙伴的付出 打造一個更好的臺灣 蔡總統一一感謝革命夥伴 頒受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 衛福部長薛瑞元 前部長陳時中等十六人勳章 而任期進入倒數 蔡總統滿意度最新民調出爐 有將近六成國人 對蔡總統執政表是滿意 和馬前總統相比較 更有超過六成比較滿意蔡總統 八年下來有六成六國人 滿意蔡總統維護臺灣主權 而以對等尊嚴健康交流的兩岸政策態度 也有超過五成國人表達滿意 至於強化國防自主並以改革 有近六成民眾給予肯定 凡寒淚播種用心耕耘的 他必歡喜收割 我們對每個民調數字 我們都予以尊重 但最重要的是人民真實的感受 隨著520進入倒數 蔡總統任期也進入尾聲 過去八年是否繳出亮眼成績單 民調數字會說話 三選程序簡理凱軍 周凱猴採用 M小組 臺北 特末的